今天我们来演示一个Cookie重放攻击的演示过程 那在这个过程里的话 在文章其实已经写了出来 并且能看到最终的效果 就我们可以通过目标机 在抓取它流量包的数据下 拿到它的Cookie信息 然后它的Cookie信息里可能有一些记录了它的 比如下载记录或者用户登录状态等等 那如果有类似登录状态的Cookie 我们可以拿过来之后进行重放 重放的效果就是在另一台计算机上的登录的账号 的Cookie放到我的计算机 然后在我的旅程器里打开 就以另一个用户的身份来登录 那这也就是所谓的重放攻击 当然我们今天主要的主角还是Cookie 那直接来看我们今天的演示过程 现在我的测试环境就是我们平时这样的 我的手机开了个热脸 就这个无线 那我的一台卡里的计算机连着这个无线 现在还有一台联想的笔记本也连着这一台无线 我们可以用NMAP看一样 网段是43.0 我现在这个组网的话跟我们家里常用的 平时上网那个网络环境都是一样的 那家里一般都是几台计算机连一块 连着一个无线WiFi去上网 那我现在是两台计算机连着一个手机的热点去上网 这个需要小等一下 我们可以从NMAP里一会看一下我现在的网络环境 好 那现在看到了43.1就是现在我的开着热点的手机 然后现在的43.152是一台联想的笔记本电脑 也就是我们的目标机 那43.95就是我本身是我自己 因为我们现在要去把43.152 也就是这台联想的笔记本电脑机变成我们的目标 那需要让它所有的流量都经过我们去上网 我们才可以去中间抓取它包括Cookie信息的数据包 那所以这边第一步还是一样的 先要获取一个ARP的欺骗 可以对应到我文章里的步骤 文章里面的步骤也都已经很详细了 包括里面的命令 其实粘贴复制出来也都是可以用的 第一步我们开启路由转发 紧接着呢就是一个ARP的欺骗 只不过这边不同的地方就是现在的IP地址 那我现在的目标是190.168.43.19152 然后告诉他我是网关 网关是190.168.43.1 他去NMAP里确定也 这是我之前开的一个 现在我们开启了ARP的欺骗转发 然后我现在要去目标机上操作一下世界效果 现在的目标机仍然可以去点击浏览器的去上网 没有任何问题 那好 然后紧接着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抓取中间存在的数据包 那这边的话用到一个软件就是Vershark 这个软件在我们Kali机子上默认都是自带的 包括不同的版本1617还是18里面都有 Vershark ARP欺骗的这个终端不要去关掉 关掉之后我们就获取不到流量了 刚才谈那个报错 我所谓点OK或者插关了就可以 暂时现在不用考虑 然后这里边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无线来获取欺骗的 那也就是我的万灵的网卡 我们刷击进去 然后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包 好 现在让它一直去抓取 然后现在我再去目标机上去操作 我的测试机现在这里不动 Kali这边就一直在抓取数据包 然后我去目标机比如登录几个网站 登录 我尽量多找几个网站 我们登录一下视线效果 扫码的登录 扫码的登录 需要小等一会儿 没有QQ或者微信登录之类的 好的,有微信哦 其实不仅我们可以正抓着 把我那边再去登录 也可以它登录过之后再抓 都无所谓,都可以 这边需要一个绑定手机号 这会很麻烦 看能不能直接临时登录的那一种 这个抓包的过程是要稍等一会儿 因为我需要着急往来登录一下 QQ等 巡视登录 好的,这边登录了一个 我带来找一个 过程可能稍微有点长 我需要找几个网站进行测试一下 有没有登录个人中心 这边也有一个QQ等的 允许登录 允许登录 这边应该有大概抓了有五分钟左右吧 那就可以了 没有扫上去吧 没有扫上去 再登录一会儿 手机提示登录成功电脑没有反应 这个很奇怪 他需要再获取一个验证码 那这个确实很麻烦 还需要先关注吗 还需要先关注吗 找个登录都很费劲 我要看一下还有什么网站可以点 比如 字 好多账我也不记得账号密码 我猜一下密码对不对 现在不在这 他又看到了一个 再来一个 搜到一个 然后里面就有一堆了 但是他们没有快捷登录的地方 这里又可以 我说再去扫个码 有五优币验证码 很麻烦 很麻烦 我们再抓最后一个 就我再登录最后一个网站 我现在应该登录了有两三个 然后这台机上有没有其他的cookie 其实也不确定 我现在的目标机是同事的电脑 我在他的电脑浏览器上登录了 扫码登录了几个网站 那他浏览器本身有什么网站我也不确定 可能也有其他的 好 那这边我们抓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就停止 说这样吧 直接关掉 他会提示你是否保存 我们这边需要停止并保存 然后这边注意保存的格式必须是指定的 就是WearShark里的第二个 不同班们可能不一样 但结尾都是P CAP固定格式 文件名称我们写一个 今天就是cookie 比如先放到桌面 保存 一定要注意数据包的格式必须是 P C P的格式 那接着我们需要安装一些其他工具 用来把刚才抓的数据包里的cookie信息提取出来 因为默认里边数据包我们刚才抓的很多 那也很长 还有就是这边ARP欺骗也就不需要 我先把它关了 可能我电脑就不会那么卡 然后接下来需要下载两个工具 一个工具用来把P C P包里的cookie提取出来 另一个是一个网站的小代理工具 用来打开这些cookie的使用 那一样文章里也都有步骤跟教程 也要对应的这两个单词 那这边的安装 如果直接是 这是我刚刚爬出来的一个坑 正常都是APT install FREER 如果这么安装的 这个工具其实在这台机器上用不了 因为平台不支持 这个工具本身只有32位 那我这个系统耗用是64位了 兼容不了 所以即使安装了也无法使用 那解决方法就是这三行命令 首先让你的系统支持一下 i386平台也就是32位 闻到shift的键 再加带一下 刚才是到哪 到这儿 这边第一批KJ386 支持32位的 支持32位的应用程序 因为64位向下兼容 那紧接着更新下你的源 更新完之后 用32位的平台去安装这个工具包 只需要把命令完全复制粘贴过来就可以了 我已经安装过了 我不需要再敲了 那安装完成之后就开始使用这个工具 刚才我的PCP文件包在root的桌面上 我们可以去看一眼 注意你的路径 桌面 有个叫cookie.pcp 我们刚才保存过的 那现在使用这个工具 一个选项-r 后边跟上刚才我们刷起的数据包 这时候它会在当前目录生成一个文件 就是一个叫hamster-txt格式的文件 那现在所有的cookie有关的值都存放在这个文件里 下一步就是使用这个文件 那跟他敲一个跟他同名的命令就可以 H-E-M-S-T-E-R 直接回车 然后看到这个界面之后 需要你手动去打开你的127.0.0.1端口1234 然后需要修改一个代理 火狐浏览器谷歌我就不看了 这个后面过程又没有就是效果了 那现在我把谷歌浏览器关掉 打开个火狐浏览器 这给关掉 自带的火狐 因为我用谷歌再改代理的话 会比较麻烦很多 所以我们开个火狐浏览器看效果 想查看这些cookie 需要浏览器的设置 在火狐的右上角 然后这里边高级设置 这个叫收选项 然后找修改的网络代理 在最后一个高级里面 然后网络 稍微最大化一点 设置网络 手动代理 我们需要代理到 127.0.0.1 端口1234 确定 改完之后我们再开个清标 先去访问这个IP地址 自己的本地回环地址 端口1234 然后看到这么一个表格 这样的样式 就是刚才我们的cookie的文件 代理就搭建出来 然后下面去选是哪一个 当然我这只有一个IP地址 我们单击打开 然后在左侧 就是在刚才的txt文件里存在的各种各样的cookie 有关的信息 当然里边大多数都是结尾是GoPG或者PNJJF的图片 其实只要是图片类的我们都不用考虑了 我们去这里面找 我们想要的登录成功的cookie也隐藏在这里面 只需要把他们手动找出来就可以 我从下往上翻 这个不是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一个一个的去点 这是一个58的login 看一下这面效果 好的 这里有一个站已经出来了 刚才点的是这个 点开之后 右边弹出了一个迁图网的框 那这是我刚才用手机的QQ直接去扫码 看到现在有一个用户其实已经登录了 我们可以点出来 这个页面还在 然后到一个新的标签里 刚才我用手机的QQ去扫描登录了迁图网 然后这边 我的测试机这边 就可以直接利用这个cookie来登录这个用户 你们能看到效果了 已经登录成功的状态 这是依靠cookie本身的功能 这是其中一个网上 迁图网 我们继续来看还有其他的 结尾是GoPG或者样式什么之类 我们就不用多考虑了 嗯